好,那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Redis数据库 那么Redis数据库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一部内容 主要包括它的一个基本的了解什么是Redis数据库 Redis数据库怎么安装,怎么进行配置 怎么去启动它的服务团还有它的客户团 然后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重要的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Redis里面它能存储的数据类型 以及怎么进行操作 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通过我们的Python 怎么和Redis数据库实现一个交互 那么像下面的搭建Redis的主层和搭建Redis的集群 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它怎么进行搭建 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那么我们给大家说这个Redis数据库之前 你要先知道一个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叫做No Circle No Circle的意思就是Not Only Circle 它是一种新出现的一类新出现的数据库 叫做No Circle类型的数据库 那么No Circle类型的数据库 它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MindCircle 它不一样 我们之前学的这个MindCircle 包括你之后可能去接触到的 就你之前学的这个MindCircle 那么还有你之后可能接触到这个Oracle 或者是你之前大学里面接触过的这个Circle Circle对吧 它们的这些数据库都是关系型的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在关系型数据库里面 你去使用关系型的数据库的时候 它们之间都是通过你去分析 里面有哪些表 表里面有哪些字段 表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使用 这叫做关系型的数据库 那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NotCircle呢 它呢不是关系型的数据库 所以呢它叫做NotOnlyCircle 那么它的特点呢 首先不支持这个Circle的语法操作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些对吧 无论是MindCircle或者Oracle 或者是CircleServor 或者我们之前讲过里面用到这个CircleLite 这些关系型的数据库呢 它有一个统一的操作语言 统一的 同用的这个操作语言 就是Circle语言 Circle语句 就我们呢 这个Circle语句 那么我们的NotCircle呢 它呢不支持Circle语法 不支持Circle语法 好 同样第二点 它的存储的这个数据的结构呢 跟我们的观型数据库的表关系之间是不同的 跟关系表是不一样的 它存储数据的格式呢 都是采用这个K和Value的形式 都是采用K和Value的形式 那么然后第三点 在NotCircle里面 数据库里面 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 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 它不像我们的关系与数据库一样 它有通用的Circle语句 但NotCircle里面 每一个不同的NotCircle的数据库 它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都有自己的API 和它的一个语法 以及它擅长哪一方面 那么 NotCircle这个类型的数据库呢 也很多 我们在课程里面呢 会给大家讲解这个 MongoDB 还有这个Redis 那你像下面这个HB的Hatubra 和Consign的Hatubra 这俩呢是这个Hatubra公司下面 这个有关大数据的一个 那么这也是一个NotCircle类型的数据库 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呢 是这个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Redis 那么在你们这个 爬虫里面呢 会讲这个MongoDB 那你知道MongoDB呢 也是一个NotCircle类型的一个数据库 这里面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什么是NotCircle 类型的数据库啊 不支持Circle语法 存储的数据的形式呢 都是采用这个KValue的形式 并且呢 没有一种通用的操作语言 那么这是NotCircle 然后呢 下面这个NotCircle和Circle 数据库 它俩之间的一个比较啊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 适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啊 就Circle数据库呢 它呢适用于这种关系 特别复杂的啊 你要分析这个表 表里面有哪些字段 表之间的关系啊 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NotCircle呢 就是一般的啊 比如说关系不太明显的啊 这种呢就可以使用这个NotCircle啊 NotCircle OK 那么这个下面还有一点呢 叫做事物特性的支持啊 事物特性的支持 那么这个呢 事物 之前讲数据库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讲的吧 那么是在这个 NotCircle提高里面 会讲那个 数据库里面的事物啊 事物 那么这个呢 里面就有一个事物的特性支持 就是Circle类型的数据库 对事物的支持非常完善 那么NotCircle呢 基本不支持这个事物 好 什么事物啊 我们在这里面先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啊 事物 那么Circle类型数据库里面的事物呢 你就可以认为啊 一组 一组啊 Circle 操作 那么 要么 都成功 要么都 成功 要么都失败 要么 都失败 好 OK 这就是事物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啊 就是一组Circle操作 放到一个事物里面 就是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 失败啊 这就是事物 那么后面呢 我们用到事物的时候 会再给大家说啊 你们在后面呢 这个MySQL提高里面 也会专说这个东西啊 这里面你先知道一下 然后下面 他俩之间呢 现在都是互相的啊 进行采取各自的一个优势啊 呈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啊 这是他俩之间一个比较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Redis数据库呢 那么Redis数据库 它是一个开源的 使用这个C语言编写的啊 支持网络 也可以能进行 支持网络啊 是基于内存 它的数据呢 是存放在内存里面的啊 虽然它的数据存放在内存里面 但是呢 它也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 持久化 可以把数据呢 再存到一个文件里面 它就是开源的C语言编写的 支持网络 记忆内存 也可持久化的一个 Non-circle类型的K-value 数据库 那么 提供多种语言的 API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操作函数的一个 接口啊 接口 OK 那么这个呢 就从 10年呢 它的这个 开发工作呢 是由这个 VM1 它来主持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虚拟机 对吧 然后呢 2013年5月 这个开发呢 是由这个 Pretor啊 公司赞助的 这个公司呢 它是做这个 大数据的一个啊 大数据的一个 那么 其中呢 这个公司 VM1 这个公司 是这个公司的一个 股东啊 OK 那么 Redis呢 它就是一种 Nousycle类型的数据库 它呢 有多种 鉴质的数据类型 可以帮你 适用于 多种不同的 存储的一个 需求 需求的需求 那么 Redis呢 它有什么特性啊 就跟其他的这个 KVALUATING的数据库 相比 有什么特点啊 第一点 它呢 支持这个 数据的持久化 它可以将 内存中的数据呢 保存在 磁盘里面 你重新启动的时候呢 它可以呢 再次加载 进行一个 使用 好 那么 这一点呢 就是Redis呢 它呢 不仅仅支持 简单的KVALU的类型 就是它的VALU呢 可以有多种类型 可以是 普通的字符传 也可以是这个 List SET ZSET 就集合 ZSET 代表这个 有序的集合 还有呢 HASH 等这种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那么 还有一点 就是Redis呢 支持这个数据的 备份啊 叫做 主从模式的 数据备份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在讲到这个 搭建 Redis主从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 给大家说啊 给大家说它 那么 这是Redis的一个特性 那么 Redis有什么优势啊 首先第一点 Redis的 性能高啊 读的速度呢 是11万词每秒 写的是 8万一 千词每秒 然后第二点呢 支持丰富的数据类型 就是它支持这个 Stream List Hashi Set 集合 Oder Set 有序集合 这些操作 那么 这一点呢 还有一个叫做原子性啊 就Redis的所有操作 就是基于这个 原子性的啊 什么叫做原子性啊 就是它呢 原子性的操作呢 是没有这种多进程 多线程的 问题的啊 你们之前学过这个 多进程 多线程啊 如果呢 不是这个 原子性的话 就有可能多线程 它会有一个 抢的一个过程的吧 原子性呢 是没有的啊 没有的 OK 那么 并且这个Redis呢 还支持几个操作啊 合并后的一个原子性的 執行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Redis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它支持这种 发布 订阅啊 通知 还有K过期啊 等这个特性啊 等这个特性 那我们 今天要给他讲的呢 是我们主要是说它的一个 数据类型的基本操作 以及呢 它里面的这个 K的一些操作啊 K的一些操作 那么下面要有一个呢 就是Redis这种内存型的数据库啊 它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那么它呢 经常是被用来做缓存啊 用来做缓存啊 因为呢 Redis的所有数据 它是存放在这个内存中的 它是一个内存型的数据库 那我们在进行项目开发的时候 就会把所有呢 经常用到的数据 我就可以呢 存放到Redis里面 哎 这样我在使用啊 我在进行读写的时候 这个效率呢 要比传统的数据库要高得多啊 要高得多 哎 这是它的第一个应用场景 用来做缓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可以在某些 哎 场景下呢 替代一个传统的数据库 哎 你比如说这些 社交类的应用啊 社交类的应用里面呢 它这个信息是比较多的啊 假如说你要按照用普通的数据库 进行存储的话 哎 它的你要不停的去防御你的数据库啊 那么它的效率是比较慢的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Redis啊 那么还有一些 在一些大型的系统中 哎 你可以呢 使用Redis呢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吧 哎 你可以呢 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啊 很多其他地方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啊 在这里面你要知道什么是 Nor Circle啊 就什么是Nor Circle 然后呢 Redis是干嘛呢啊 讲 看完这么多 总结一句话啊 就是Redis呢 它是一个啊 它是一个 那么C元编写的 支持网络 也可以进行这个 基于内存 也可以进行持久化的 KV6类型的Nor Circle数据库 那么它经常使用在哪些方面 开发里面用的最多的 就是用Redis呢 来做这个缓存啊 来做这个缓存 OK 把一些常用的数据呢 放到我们的缓存中啊 提高你读写的一个效率啊 这是它 那么它上面呢 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官方的网站啊 你这里面点开这里呢 这个网速 这是它的英文网站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是它的 好 点开这边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是它的 中文的官网啊 中文的官网 那么中文官网上面呢 它有它相应的一个介绍啊 有它对应的一个文档 对应的这个文档啊 它里面有哪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它的这个命令 命令的话 这里面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搜索一些命令啊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刚刚会给 我们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讲到这些常用的类型 比如说Stream List啊 那么你要看Stream类型 有什么操作命令 你直接一点开 它就会把它下面的命令呢 给你列出来 好 列出来之后呢 它也会给你说 你点 你想看哪一个命令 什么作用啊 你点进来 它就会给 它就会给你介绍啊 这个命令呢 它是什么格式 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啊 有什么作用 是干嘛的 下面呢 还有相应的一个例子啊 那我们课后的 我们在上课呢 讲这些命令的话 我们只挑常用的啊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至于其他的命令呢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去做一个参考啊 所有参考 就在这里面 它都有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Redis数据库的一个基本介绍 你掌握了这个NOTCYCLE的概念 然后呢 Redis它是干嘛的 这就可以了啊 谢谢大家